大家好,我是KT 我今天呢沒有要自駕啦 我今天來到北狂島 Let's call you 球場這邊 我今天要來參加一日團 雖然我今天又是開車來了 那我現在要先去集合 我們現在在這個腳踏車店喔 北光島這個腳踏車店我們要出發了 來看一下 我今天要騎這一台 我看起來很帥喔 好像是電動的 我要出發了 這是在FVLG裡面 來扣賞扣賞 今天就是參加扣賞的團 我可以戴上下巴嗎 沒有,你現在沒有戴上下巴 謝謝 早上太感濕了,我都沒拍,我的天 對,我只要下個帽子喔 好狼狽 真的可以的,這安全帽帶 還在這樣,我都很像漁夫喔 我們都兩個好齊 我們要離開 我們來 contemplate 我們脫衣服 我們有樓窟的 一枚再騎尾 好,如果你覺得這個不上了 就沒關係,你跟我往紹旁 OK,不用逼迫 你不用逼迫 不要遠距離上 名帶到這位 爸爸的客人 欸,那他們 好久了 那時候覺得蜜窜了 各位 開始了,男歷瓶 所以我ania都可以 哎呦 哎呦 那是大学 大学 在北往旁边 看到会建筑 关注这些建筑 对 在北 哇 大家都洗好快啊 哇 哎呦 快来拍个大格杉 我们现在经过一个地方 这边有一堆马 这个马场的主人 非常的亲切 他们开放了我们进来 近距离看这个马 哇好多匹哦 这个人一来 他就马上到这边旁边 看我们这些人到底要干嘛 哇 看这些人 看这些人就往靠近来干嘛 嗯 嗯 好大猪哦 哇 哈哈 看起来好壮哦 真的马好壮哦 看那一匹 看那一匹 这个头毛 头毛看起来好帅 帅帅的呀 现在来到了一个地方 这边是好像有咖啡 可以休息 我也不太懂 发毛 我看这里 这里有卖一些果汁 有卖一些果汁 还有卖一些面包 看起来蛮好吃的 好像是现烤的 哇 扣长他们现在在买面包 现在又来到北光岛 一个停留的spot 我也不太懂 扣长这里是哪里 我也不太懂 喝水的地方 喝水 这里的水 哇 在那边可以去看那边 它叫做泉水 哇 哇 好冰哦 真的泉水 哇 哦 哦 哦 哇 好冰哦 哦 哦 哇 看这个雕像 都不太懂 没来过 哇 逼 白死 逼 ambitious 现在骑到了 这也是北光岛的露营场了 我们脚踏车停在这 哇 看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货柜吗 哦 哇 来看一下 这好像是一个蛮大的露营场 还有其他的搭帐篷之类的 还有露营车 要我来访问一下 你们是一个自行车队吗 没有 我自己骑而已 感觉你们是一个自行车队 哦 直接飞去哪里了 我飞在那里 哦哦哦哦 我飞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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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嗨 这台可以飞多高 呃 70米 70米 啊这是露营 嗯 那你就可以了 一切 我们突然来到这边玩空拍机说 哈哈 然后看方便也会差一点 哦 也还蛮够的啊 哦 我一看 它是非常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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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哇 烤香肠了 哇 哇 看起来好好吃哦 可能在北海道有过中秋节吗 没有 应该没有 那今天不是 今天是中秋节的概念 有点中秋节概念耶 对啊 在北海道也都没有烤肉耶 哇 哇 哇 这是什么东西 教练也会切香葱 切香葱 切肉好漂亮 哇 哇 我们现在在这边要准备吃烤肉了 大家如果参加这个团的话 所以说 专人烤给你吃的话 专人服务的话 我到现在这个 哇 这是烤蕎麦 是烤蕎麦吗 是烤蕎麦 是烤蕎麦 哇 外套的蔬菜很甜 很好吃 哇 看到在从那个猪排切下来的那个脂肪 来当做它天然的油 用另外放油 看这个好湿肉的厚度 这个炒蕎麦已经放那个粉下去了 这是马鲁酱 我现在就在这边录影 让大家看一下 他的意思还蛮可爱的 旁边好像是一个露营车 然后他这边有一个露营台 然后就有一些价值 可以在这边生活 哇 所以风景还蛮好的 哇 冰光头这边都露营厂 而且那边看到好像还有烧拿 商拿 那边好像有店 可以买饮料 买饮料 买冰淇淋 好像还有温泉 这边在买饮料 我还在努力切肉 我还在买饮料 看这个汤 我还在买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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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 你们这次来北海道玩 你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所以我们喜欢吃脚蛋 然后我们 这还是大学生 哦 很年轻 这是三级 三级 很正啊 正面啊 经营什么喜欢自行车的社群 我们可以把你的IG先来 好 等一下要跟你要啊 所以是什么 喜欢自行车的话 可以follow你们 对 你们会参加一些 什么自行车的活动 这样子 然后再推广 推广这个自行车 你们觉得这个半天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天下还蛮爽 而且我们日本的车子都会很友善 它的超车都会距离跟你拉很远 对啊 这个开始骑车比较文明 这么专业 台湾也做很多脚踏车 台湾也很多品牌 对 台湾脚踏车也很远 台湾脚踏车也很远 就可能在道路上就 那你们吃这个吧 这个好说的 不只要比较脆一点 哦 因为可能文乎 有时候也比较小票 哦 而且他们的就是 像我们骑到车 骑到路边的时候 他们的车超车 他会特地跨到对象 哦 所以在日本骑要很靠左 说真的 就是跟台湾不太一样 不能骑到那个人行道上 我会觉得有点危险 因为我们在台湾也不会骑人行道 我们明天主要是骑人行道 那我台湾也好 对 算是这部分比较细走 哦 谢谢谢谢 好 那大家对他们有兴趣的 怕我们来 打扰你们吃 好 大家先这样 谢谢哦 烤的好香哦 好棒哦 我来吃这个 这是女老板炒的 日式炒面 炒面 野外鸭鸭鸭 好好吃哦 而且我们还有一大片了 超大的炒 快像战斧牛排一样大的牛排 哇 快吃饱了 我们要再积聚上路了 要骑回北广岛球场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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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到一个地方 自行车转用的道路 哇 虽然蛮宽冷的 这两房都是处材机 啊 这个人就不用再跟那边车子骑了 不用再跟车子骑了 他这个电动的 这个要按下去 他这个加速会比较快 他不用省力一点 哇 哇 耶 哈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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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里 可以看到那个祖藏馆 然后他这个脚叉车垫就是在那边了 这边在一个桥过去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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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脚踏车店的这边二楼 哦 这边 哦 他们这个处啊 说 要来带我们吃个冰淇淋哦 在这边 哇 老实说我也没来过 冰淇淋来了 他这边冰淇淋好特别哦 草莓的 草莓香草混合 Each Pico 来吃看看 这一海道定番甜点 就是要吃一堆Soft Cream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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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今天这个旅游的最后一站 我们要来这个球场导览啊 他们有一个特别的Stadium Tour 然后他们这个Tour呢 要跟着它里面的拉拉队女孩走 之前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特别的北广岛 Ascone Field的球场导览活动 而这次我参加的一日团里面呢 也含有这个豪华行程附加特别的棒球体验 那这个行程呢 也会有中文翻译陪同 然后跟着北海道火腿队的Fighters Girl 拉拉队女孩 一起走进球场里面 一般不对外开放的区域 为什么说北海道的棒球场 是很值得大家来一探究竟的呢 不管是不是喜欢棒球的人 相信大家一定听过大谷祥评啦 对也就是那个日本非常厉害 很有名的女美职棒选手 而各位或许不知道 大谷祥评呢 在旅美前 唯一在日本职棒待过的队伍 就只有这个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啦 请问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板呢 这个土呢是从东京运来到东京哦 富士山哦 除此之外呢 这支队伍呢 也出了很多其他有名的旅美选手 例如有打笔修友 还有现任的总教练新装钢士等等 真的是很值得来一看的球场啦 包括日本其他很多地方的国内旅客 也都慕名呢 来到北海道这边参观 而这个行程呢 也会带我们进到球场内部 参观球员休息室训练室等等 还可以实际呢走到比赛场的内部 包括连休息的板凳区都带你去看了 整个体验自己呢 也变成职棒选手要上场的感觉 然后行程的最后 还有特别的棒球体验 由Fighters派出日本教练人员 带领大家一同体验棒球 有投球 挥棒等的小游戏 用的球呢 也是新手友善的软式球 很简单好玩 总之我是蛮推的啦 即使呢我不是个职棒迷 都觉得蛮有趣 也开了眼界的体验 ok 大家 现在呢已经差不多都下午五六点了 然后我今天就已经参加完 这个北广岛 F空Field 他们这边很特别的 脚踏车 绕这边一圈 然后加BBQ 还有他们这个球场导览的这个 一日出了哦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而且还蛮值得的 那如果大家呢 对我今天参加这个一日出了 这个也有兴趣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tour的一些连结呢 放在我们影片下面的说明栏 然后大家有兴趣 可以再去看下面的 说明栏里面的连结哦 就是这个 F空Field 非常有名的球场 很多从日本其他地 很多地方的游客 也都会来这个球场这边 参观游玩哦 给大家参考 friendship seeks多找蜜 以及 aquesta充电 陛下 互联合